在冬奥小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有一座著名的建筑 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 作为中国首家冰雪和冬奥主题博物馆 这里收藏着11届冬奥会火炬 和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顾白蛋的手稿等珍贵藏品 博物馆是由中国侨莲倡议 海内瓦侨胞捐资捐建的 捐建活动是得到了53个国家和地区 近3万的侨胞侨社团侨企的共同参与 以及大力支持 那么截止2021年12月 中国侨莲还为博物馆征集和购买了 国内外冰雪运动藏品 共6000余件 再次见证了海外华侨华人 与祖国血脉亲情共襄奥运的荣耀 那么我们为了永久的纪念桥界贡献 特此将博物馆命名为 华侨冰雪博物馆 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是6861平方米 也是国内首个以冬奥会为主题 规模最大 展品最丰富的冰雪主题博物馆 这里收藏有11届冬奥会的火炬 这些火炬后面又有哪些故事呢 这一把呢是冬奥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传递的火炬 它呢当时是上面的这个有一个圆形的托盘 它的这个设计理念是来自于1936年冬奥会当时的火炬台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上面呢里面放置的是镁棒 就是化学元素镁 那么这个托盘的另外一个作用呢是防止镁棒在燃烧的过程中 这个火花溅到传递者的手中 当时呢是由94名传递者手手相传 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火炬传递 这个呢是第二把火炬 它呢是1956年意大利的冬奥会的一把火炬 是第19届炎湖城冬奥会的火炬 它呢首次将玻璃的元素运用到火炬当中 另外呢这是我们中国军团在冬奥会历史上首次夺金的一届冬奥会 短道速华选手杨阳 当时呢是为我们获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枚金牌 这边呢像我们展规里边展示的是顾白蛋的手稿 可以说呢它是我们的镇馆之稿 该手稿的珍贵之处呢就是顾白蛋的存世手稿 本就不多 但是这一封呢又是为数不多的 以国教会五环logo官方性质所书写 所以呢这封信呢它也是比较珍贵 这边展规呢像我们展示的是历届冬奥会的一个吉祥物 然后值得我们注意的呢是2002年美国炎湖城冬奥会的吉祥物 它是诠释了国教林匹克用到的口号 更快更高更强 因为兔子是快速敏捷 小狼攀登最高 雄则勇猛强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oso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